可能同學比較會有問題的 大概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貼上 所以特別是要貼過來 然後這邊的話 我是按Shift加End 然後把它Delete 裡面就放一個雙引號 那為了說要放進來 有兩個規則 雙引號變兩個 雙引號變兩個的話 我是先把公式 直接從那個什麼呢 直接從我們前面做過的 所以以前我做過的公式 你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你可以找記事本 WordPay 反正任何編輯器都可以 Word也可以 把它貼上之後 再利用取代功能 Ctrl-H也可以取代 一個變兩個 一個雙引號變兩個 然後全部取代 取代完之後的話 你就把這個拿來貼 不過貼的話 當然貼上之後 這規則而已 那貼上之後呢 只有完成第一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 它輸出會OK 但是 一個問題就是 它會一直重複第四列 所以這個第四列要變成I 我發現同學卡在這裡比較多 其實就是 剛剛講過 變先把它切開來 兩個雙引號移到中間 然後呢 再跟I串接 所以前後都要有串接嘛 就跟火車中間 如果要再插一個火車 那你是不是就是一定要 這個連接符號串接的符號 那再加一個I 這樣子 那因為VBA裡面呢 and一定要空白 這樣OK了 那其實 反正我是建議啦 回去你大概多打幾遍 你慢慢就熟了 以後就閉著眼睛就會了 真的 因為以後都是這樣在做 所以我已經講過啦 反正以後不如你就先把那個口訣背下來 兩個雙引號移到中間 兩個and移到中間 再補一個變數I 然後呢 再空白一下 做久了你大概就會熟了 那做幾次會熟 應該至少十遍也是吧 OK 不過我已經做成超過一百遍一千遍 所以做熟了慢慢 什麼都變簡單了 所以有的時候會覺得難 因為你不熟 如果你都已經做很多遍了 那慢慢你就會覺得 這個越來越簡單了 好像跟呼吸一樣 好像教人家游泳一樣 要換氣 換氣不就很簡單 下去就會了嘛 你會游泳的人都很簡單 但不會游泳的人就覺得很恐怖啊 對不對 怎麼 這個東西其實 就還是需要一點時間去練習 其實另外一個方法 最後甚至可以怎麼樣 你做好一遍之後 把它複製不就好 因為不是都一樣的東西嗎 複製把這個4貼上去不就好了 不過可能你要慢慢揣摩啦 這個可能是需要時間的 再去run它 其實結果就OK了 其實沒做什麼事嘛 然後呢 就直接怎麼樣 直接就把它輸出 就OK了 一次就做對了 所以你回去的話 可能也要能夠 這樣子熟練度 一次要做對 後面再做其他練習 就會越來越簡單 會越來越有成就感 然後呢 再找工作上 有類似的案例 然後就開始練習 如果你上班會用 Excel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乾脆拿來練習嘛 反正上班是老闆的時間嘛 反正也是做他的事情 你只是說用快一點的方法 不過就是 所以很多同學好像上班也都來練習 反正沒差吧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最後 這個大概就先到這邊了 Ending OK 所以我們基本上就是 用了rept加len test 這兩個 然後聚齊錄製 再來就是VBA今天講的 就是有沒有 這個是sub 那這個是插入函數是function OK 再回去是這個要再把它熟練 那最後的話就是 輸出的話不是輸出結果 而是輸出公式 OK 那這幾個都要很熟練 另外呢 同樣的方法 我們下一個禮拜呢 我們會再舉其他的例子 所以回去的話 請各位可以先試試看 把那個範例檔打開 打開這邊好幾個 不過我們先從最簡單的 就是 就是刮鬍151這個開頭 151這個刮鬍自串 那請各位看一下 左邊的是來源 就是A欄是來源 B欄的話呢 是要做什麼 就是這個邏輯非常簡單 就是把刮鬍裡面 有刮鬍的幫我搬過來 刮鬍裡面的自串搬過來 所以叫刮鬍自串 刮鬍中自串就這樣 如果沒有刮鬍呢 就保持空白 OK 你應該知道這個邏輯 這個邏輯非常的簡單吧 但是你要怎麼做 方法很多種 我們下個禮拜 其實可以用什麼 第一個用函數 裡面有什麼內建函數可以辦得到 好幾個 但是你也可能要用好幾個函數完成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錄製 不過錄製矩我想 這樣子可以跳過來 因為這錄製矩差不多都方法 那我們可以假設用VBA來解決的話 或者直接丟公司來做的話 其實也可以重新再演練過一遍 類似的方法 只是說稍微提示一下 你如果想要知道有哪些函數可以做 你由不要放上去 這邊就有了 總共的話呢 會用到幾個嗎 第一個用FINE函數 各位沒有用過FINE函數 FINE就尋找 尋找前面的出生格裡面 有沒有前刮鬍 有沒有後刮鬍 有前刮鬍跟後刮鬍之後的話 那我就把前刮鬍跟後刮鬍 中間的字切割 放到這邊來 那不就OK了嗎 但是呢 如果你那個FINE函數 裡面如果沒有刮鬍 它會發生錯誤 那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你可以用最後一個FINE函數 去把錯誤訊息過濾掉 OK 這就是結果了 不過最好啦 回去可以想想看 然後呢 如果同樣的方法 假如說我要用VBA來解的話 怎麼解 OK 當然VBA有VBA的寫法 也許我們下一次再來看 或者是說直接用那個什麼 用輸出 假設你這邊已經有寫好公式 也可以像我們今天講 直接丟公式就好了 那扭不就出來了 對不對 類似的方法 那回去可以試試看 這個是有一個刮鬍 那不過後面的話 當然還有更難的啦 那也不要嚇各位 就是後面152什麼 它有三個刮鬍 三個刮鬍 你還是要把它解除 怎麼做 不過可以先試試看 這有些題目的話 我們慢慢慢慢會增加一點難度 不會一下增加太多難度 但是還是有一定的那個 規則性 你可能要回去要先把 我們今天的東西先把它學熟 後面再來做 就比較不會有問題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我們基本上就是會把 文字與字號函數 這些範例先代過 然後再來就邏輯函數 然後慢慢的就是日期與時間 再來就數學跟統計 再來就檢視與參照 反正就是把 Excel裡面最重要的這些函數 最常用最重要的函數 把它逐一個各個擊破 然後呢 再來就延伸到VBA裡面 那怎麼跟VBA做串接 那以後的話就是說 你以前學過的函數 跟VBA呢 就可以互相搭配 達到那個左右逢圓 那叫做如虎天意的那個 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目標 然後呢以後呢 把這些弄純熟之後 以後你遇到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快速把它解決 就可以慢慢擺脫 不斷突發煉肝 重複做的事情 所以今天講的那個 4回圈有沒有 其實就是不要去 重複做什麼事情 就可以交給那個 VBA裡面 幫你把它重複執行 剩下來當然就是 你要把這些東西慢慢熟練 OK 所以需要一點時間 回去的話 假如 你還是不夠熟 我是建議你就加到那個 論壇裡面 然後我會把 上課影片 傳到你信箱 第二個 還是雲端上面的白板 如果你有程式不熟 回去的話也可以把白板打開 裡面都有今天寫完的所有程式 如果你實在是打錯了沒關係 把程式貼到下方比對一下 你大概就知道哪裡打錯了 OK 所以剩下就是各位的工作 所以我們下一次 也許可以再慢慢增加一些東西 盡量也不要壓力太大 就是我是覺得保持興趣 然後學得愉快 是比較重要的 剩下就是上班的時候 如果有時間 有利用類似的案例 你也可以慢慢把它演練看看 OK 那我想今天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不然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OK